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持续在明天可以见到阳光 接下来等到后天 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 东北季风虽然会稍微减弱一些 但迎风面的基隆宜兰在礼拜三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其他各地降雨几率不高 主要都是多云道晴 接着礼拜四 礼拜五 台湾附近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 水气持续减少 目前看四五两天 就有东半部有些局部零星降雨 其他各地尤其在西半部 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下一次的天气变化 就是在礼拜六开始 礼拜天开始 另外一波风面通过 接着东北季风增强 等到礼拜六 等到礼拜天 迎风面北部 东半部 降雨会再度增加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 要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的风面过了 后头高压移出来 东北季风要增强 虽然冷空气整体来说不是很强 但这几天的温度升得比较高 所以明天在北台湾 这种温度下降的状况 就会比较明显 明天在整个北台湾的高温 跟今天相比会降个8到9度左右 整天的温度降到大约 18到21度上下 记得一定要添加衣物 适时保暖 中部南部影响比较小 高温略降2度左右 中南部的高温还是有27到28度 低温大约在21到22度左右 至于在花莲大约在22到24度 温度也会转凉 在台东大概在23到27度上下 接着等到了后天 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 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 但温度只会略微回升个一度上下 所以在礼拜三 北台湾还是比较偏凉冷的 接下来等到礼拜四 等到礼拜五 随着高压回流 四五两天 温度会比较明显的回暖 但接下来礼拜六 开始会有另外一波 更强的冷空气南下 影响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温度转冷的状况会更明显 不知北部东半部 甚至周末之后 包括了中南部 温度都会有感下滑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低迷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在明天来看 北台湾明显转凉了 今天很多人穿短袖 明天可要戴个外套 要添加衣物 其他各地 早晚也要适时的注意保暖 当然基隆 宜兰 明天降雨区域比较高 出门带把伞 各地沿海还有外岛 会有强阵风 另外台湾附近的海面 也会有明显的风向转变 明天天气 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我们提到封面通过 今天入夜之后 在北部地区降雨就会增加了 明天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在北部 包括了桃园 台北 基隆 都会有些短暂的情形 温度明显的下降转凉 基隆 台北19到20度 新北20到21度 台湾19到20度 新竹19到21度 苗栗高温也会降到22度 中部地区明天天气 还是晴朗的 温度也会稍微变化 略微下降 我整体来说 当然没有像北部地区 来的变化那么大 台中23到27度 彰化22到26度 南投21到27度 云林22到27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来看的话 明天白天还是舒适温暖的 早晚舒适到稍凉 台南23到28度 高雄24到28度 屏东22到30度 桃园到台南沿海地区 留意强震风 而东半部地区 在今天入夜之后 东北部先有雨 明天花莲台东 也会有局部降雨 温度也会转凉 宜兰19到21度 花莲21到24度 台东22到27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 马祖有一些降雨 金门澎湖温度转凉 澎湖高温25度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起